7月21日晚,香港有部分激进示威者偏离游行路线, 冲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打开。 向该机构办公大楼门口悬挂的国徽投掷黑色油漆弹, 在外墙喷涂侮辱国家、民族的自据。 有关恶劣行径引起香港各界不满, 香港特区政府、港澳办、中联办强烈谴责激进示威者的行为。 当天下午4时30分左右,示威者抵达游行终点后, 冲破警方设置的追捅防线继续冲上马路,阻塞交通, 随后又非法围堵中联办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示威者身穿黑衣,戴着口罩, 将路边的铁码捆成三角状,堵塞中联办出入口及周边道路。 有示威者以强光及雷射光照射周边监控以及中联办办公大楼。 有人找来木梯爬上高处,用喷罐将监控的摄像头破坏。 中联办的外强被示威者喷上侮辱信资局。 有示威者向中联办办公大楼内投掷漆弹, 黑色油漆弹,杂欧斗,气味异常自闭。 国徽也被激进分子投掷了油漆弹,污损严重。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21日晚发表谈话, 发言人说,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香港中联办, 这种行径公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,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。 性质严重,影响恶劣,是绝对不能容忍的。 香港警方及时采取有关行动,非常必要。 我们坚定支持特区政府,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, 确保中央驻港机构安全,维护香港法治,惩治犯罪分子。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丹婉也发表声明称, 在21日的游行队伍到达终点后,部分激进示威者围堵中联办, 破坏设施,污损国徽,喷涂侮辱国家,民族的自举。 这些行径已经完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范畴, 不仅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, 更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,严重挑战中央权威。 我们对此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和谴责, 并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依法严惩违法暴露行为, 维护香港的社会领典。 该负责人强调,中央驻港机构严格按照宪法、 基本法和中央授权在港履行职责, 不容填战,他呼吁香港社会全体市民认清极少说激进分子的暴力危害和本质, 坚决维护一国两制,维护法治。 事发后当晚,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烈谴责示威者恶意包围和冲击中年半大陆, 并突兀国会,公然挑战国家主权。 特区政府担心一小部分激进人士有计划地煽动群众, 挑战法纪,甚至冲击中央驻港机构, 此举对特区的治安及一国两制构成威胁, 社会绝不能接受。 当天,香港各界人士也纷纷表态, 对于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表示谴责。